杜丰在南郎的比赛中选出了三大前锋球员南康重任 那么包括了宅小川跟陶汉林两名选手 应当去顶替包括了张正林、阿布都以及任俊飞三名选手其中的两人 那么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长按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共同跟大家分析到背后的三个点 首先谈到第一点 南郎队伍当中 那么前锋线这个位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硬伤 说白了是南郎队伍很需要提升的一个位置来的 我们过去这几年的比赛 在前锋线是缺乏很大的一个突破能力 跟很好的一个上郎得分能力 那么现在包括了麒麟 他又扭伤了脚 所以他退出了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南郎在前锋线又少了一名核心的主力 那么这也会打乱 杜丰以及呢姚明接下来 囊囊队伍当中的一个战术布局的 其中面对着日本队呢 我们在前锋线的这个层面呢 可以说有着一定难度 要去击败对手了 那么接下来呢 杜丰他在前锋线的位置 是不是要应当做出调整了呢 而且现在选出来的这四名选手啊 应当呢要做出一定的更换了 不然呢在面对着日本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也好 又或者说下一年以及未来的我们囊囊的比赛也好 那么前锋线的这个层面呢 很难会迎来突破的 咱们呢是可以共同来看一下 现在前锋线的四名球员呢 包括了周鹏 以及呢张振玲 外加上了阿布都 还有任俊飞啊 那么其中这四名的主力 包括了周鹏 他是相对来说 比较能够抗市的 而且呢他能够抗下这个重任 毕竟呢周鹏 他在球场上的状态跟发挥的稳定性 相对来说 是这四名的球员当中比较高的 而且呢他对于战术的理解 尤其是杜峰给到他的安排 都是能够执行到位 所以说呢周鹏这个点没有很大的问题 然而当我们再来看一下张振玲 张振玲呢他在球场上 可以说呢状态发挥啊 是有点起伏不定的 并且张振玲他的得分能力呢 依旧是有很大的困扰 毕竟我们过去呢 包括了奥运会的模拟赛 张振玲他在球场上啊 得分的数据呢相当有点尴尬的 而且他在球场上更多是充当着抢狼榜球 而对于得分能力层面呢 张振玲现在来看状态必须要稳住 另外呢还有阿布都 阿布都呢他接下来还必须要 慢慢的才能适应杜峰他的战术 跟郑勇安排的 当然了阿布都他的潜力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对比起韬汉林以及呢 宅小川等人 那么阿布都接下来呢 或许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最后呢还包括了任俊飞 任俊飞这一个点呢 是争议比较大的一名球员 包括了他本次的入选 就被不少人议论为 任俊飞呢早就应当被杜峰给换掉了 毕竟任俊飞他虽然说在球场上 能够符合大前锋这个位置 但是他现在的进攻速度突破了一个爆发力 跟进攻上篮得分 现在的一个效率啊下滑了很多 张振林啊 他球场上速度跟不上的话 那么接下来还不如换上涛汉林 或者说换上打法比较强硬一些的宅小川啊 所以呢 接下来咱们还要对比起 面对着日本队 虽然说世界杯的预选赛 八窗雷 渡边雄泰等核心的NBA 日本队的球员没有上场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啊 也就是明年二月份继续开打的比赛 其中我们囊囊 如果说要更好的去对抗八窗雷 还有马场松大 渡边松泰等 日本的这几名核心的前锋线球员啊 咱们呢就要选出非常得力 而且呢打法相对比较强硬的一些 前锋线的主力了 包括了涛汉林以及宅小川就在球场上的前锋线啊 相对来说啊 是能够跟八窗雷来进行对碰的 而且接下来这几名选手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硬一些的 那么这样一对比的话 杜丰包括了现在的任俊飞以及张正琳 还有接下来的阿布都 该不该把其中的阿布都还有任俊飞 换成宅小川跟涛汉林啊 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前锋线啊 更加具备很强硬的一个进攻火力 以及呢很好的一个得分能力啊 那么大家对于杜丰 是不是要做出调整跟安排了 欢迎做出你的电视频啊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长按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的认同 咱们下见 咱们下见